小朋友成長到三到五歲 對自己一些性方面的好奇心是會產生的 為何我多了一些東西 為何你站在廁所坐在那裡 為何媽媽的身體和爸爸的身體不同 我們做家長要留意 小朋友對於男女性別是不同的 是我們開始要教導的 不過這個年代教導男女的分別比較難 以前很簡單 女生長頭髮 男生做頭髮 男生做消防員 女生做護士 加上要留意 現在教這些觀念都可以 但不一定 而是通常大多數 就令他出現一些異常 或者是 現在有女性消防員 有男的老師做有錢老師 我們都令他容易接受 所以大家要教男女觀念的時間 盡量不要那麼絕對 因為社會變得平等了 再加上我們教男女有分別的時間 可以利用多一些不同的圖畫 圖案 包括男女洗手間 有超過十幾二十種的標示 同來我們都可以教他 男女的身體真的不同 可以參考家計會很多教材 令到家長在教男女的時間 令到適當的部分 令到他不需要超前太多知識 但要適當地知道身體的變化不同 除了稅數應該教的教材 大家參考下就事件功佩了